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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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们的口罩戴到很熟 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打一个结 给口罩更贴合我们的脸部一点 很饿 听说打疫苗前吃饱饱 这个Vitamin C可以降低疫苗的副作用 到两门口才发现忘记带来西医院跑回去哪了 外面超多人 里面还是比较有持续的 先填个方线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详细 然后就会问一些我们健康的情况 现在这种疫苗不可以拍摄 做了很久的心理见识 要看这疫苗注射 真的很紧张 打疫苗了 刚刚打疫苗的时候 看着针 动下来的时候 真的很紧张 不过那个长得很温柔啦 先打开 诶 拆开了 诶 塞车塞到6点才回到来 所以刚刚冲好凉 有一点头晕啊 还有泪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再看一下过几天会有什么效果 接种疫苗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整个手辣辣日日 然后挤很多小水泡 然后是越挤越多这样子的两只手都有 蛮痒的 这种疫苗的第一天 其实也是有一点鼻血的 但是我没有去管它 可是第二天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鼻血 这两天都有鼻血 但是只是轻微少少的 我就没有去理它 第三天早上一起来 手就完全好了 整个人没有发烧 但是会痛头晕很累 不过还是带我弟弟去打疫苗 所以就还是可以顶得顺啊 还是撑得住 所以我也是觉得OK咯 从第四天早上 就会有头痛头晕这样子吧 到下午完全好玩了 第一次录视频有一点紧张 所以就起踩咯 要记得订阅按下铃铛咯 你有内心 czap 等会痛快点 ū廡 用电池 去焦 。 它的 太棒 。 冰虾 這就要來拍攝影 5分 在這裡 來拍攝影 你接著 拍攝影 來拍攝影 好的,我拍摄 有肌肉吗? 好的,谢谢 打第二针的医疗,打针打到很痛 连续两天,整个手臂是抬不起来 动都不能动 第二针疫苗,第一天 头痛,头晕,特别累 如果没有人叫醒我的话 我可以直接吃到第二天 起来的时候,全身没有力,痠痛 整个人就瘫在床,很辛苦才爬起来 呼吸会有一点喘,然后心跳有一点快 第三天过后,身体就慢慢恢复正常 鼻热也有延迟了,大概一个星期 马来西亚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听说要接种第三剂疫苗了 希望大家快点完成疫苗接种 我们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的生活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